看我對他開箱不知道開了幾十萬下了 這基本上是受不死 你自己看他血量是負的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AltoAltman 今天呢我們繼續體驗一下我們的方舟模組啦 今天這一集呢老頭沒有要召喚什麼新的恐龍 也沒有要 就是做些什麼大亂鬥之類的 今天這一集老頭呢要來介紹一下這個 老頭找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模組 他叫做管理員系統模組 這個管理員系統模組的顧名思義就是 類似像GN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比較 比較常用在這個方舟伺服器上面 自己開服嘛 就可以套用這個模組自己就可以當GN這樣子 當然呢也是可以用原本官方的一些方式去制定自己的GN的模式啦 但是如果你恰巧不會使用這些指令讓自己當GN 或者是說你沒有辦法 呃記住那麼多GN的指令 啊這個模組呢個人是覺得還算蠻好用的啊推薦給大家 那這模組呢他現在也會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我先學會所有的藍圖哦 那這個模組呢他其實還蠻屌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 管理員模組的這個藍圖 啊你有沒有看到上面這個寫什麼999999這個技能點數 有沒有他需要這麼多點數才可以學 所以說基本上 你開服 沒有人會學得到這個技能 哦這個必須就是又透過自己管理員去學 然後學了之後呢就會變得非常的方便不需要打什麼指令 他的指令基本上都套用在這個護身的隱身符 跟這個叫做無影的槍身上 有沒有 緊伺服器管理員可使用 上面都已經寫了有沒有 那這個這個東西呢他除了這個之外呢 太附上兩一兩隻 叫做監察者的恐龍 然後呢老頭已經看過了 的確是還蠻帥的 而且 也很方便 好不好 那麼呢到底多方便呢 聽老頭慢慢的講 就是 慢慢的講解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武器的部分 啊武器的部分的話呢 我先把他裝上去 啊以及就是管理員系統 然後還有這個清理系統 清理系統這個也待會再講 我們現在講一下槍 啊當你把槍拿出來的時候你會看到右上角會有個意外跑出來有沒有 然後呢其實 啊都已經有中文了也不太需要多做講解 啊上面你看F鍵會顯示昏迷模式跟清洗模式 這種東西呢 就是 類似像是暈眩值的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隻恐龍 你要抓他 你就按按下F 然後右上角切換 切換成暈眩 然後對他射擊 他就會倒地給你看 有沒有非常好用 倒地給你看 根本不會扣血 啊 你想要他睡 你就讓他睡 你想要讓他醒來 你就讓他醒來 有沒有超方便的有沒有 啊你想要訓服 啊 直接暈眩秒訓 啊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下面還有個G鍵啊什麼正常模式秒殺模式跟獲取模式有沒有 這個對上敵人的時候呢效果好像才比較顯著我剛剛對寵物好像完全沒有發揮哦我先去 哎這在沒醒來是不是 哎我射到他嗎 好讓你醒來 哈哈 哦 讓你醒來 我們到外面一下好了 我們來把之前的霸王龍稍微給召喚出來看一下好了 呃 之前的霸王龍 召喚一隻mega出來 哦這正常模式完全沒有屁用到快死了 哦有沒有 秒殺模式開下去直接一起直接10億傷害跑出來 那我快死掉了 啊我先趕快開一下我的護身符好了 哎我的隱身護身符打開了有沒有 左邊也出現了意外界面 我們可以切換隱身f2 啊f3呢切換飛行 哦那奇怪老頭怎麼沒有隱身長一次 啊他好像貌似第三人稱的時候隱身才會出現 啊然後我們f6呢是切換無敵 我們f6按下去 好我們再召喚一次 好召喚出來之後他也看不到我嗎對不對 看到我嗎 好像看不到這樣子 有沒有然後呢 我們現在選擇秒殺模式嗎 按下右鍵 啊 啊就會出現了什麼管理員清理以啟動 其實這個跟一般的傷害是差不多就是跟秒殺模式其實是差不多的 哦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做區別 然後呢再來就是 gat 嗎 獲取模式嗎 我們來試看看 獲取模式 對他開箱 好像這個沒辦法馴服 所以說沒辦法獲取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就打了 多少 10億 那秒殺模式也是10億 其實有什麼有什麼區別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再一次好了 一樣啊 一樣是10億啊 那一般的勒 一般的普通模式 也是10億啊 我是不知道這兩個兩者有什麼區別 好不好 我們來召喚一下一般的霸王龍好了 一般的霸王龍我們使用獲取模式呢 秒訓服 太讚了 然後呢 當你覺得他很愛眼 你想他消失的時候呢 好 你可以 你可以我們先稍微把飛行模式變回來 你可以使用清理模式 清理模式呢 按下7 你看我下面有個清理系統嗎 按下去 10秒鐘後 會自動關閉 只要被我靠近的生物就會莫名其妙消失 被我delete掉 這個還蠻用於清場啊 你的恐龍就會莫名其妙消失不見 會被核卸掉 就不見了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模組呢 除了這些裝備之外呢 還有兩隻恐龍生物 那這兩隻恐龍生物叫做監察者 然後 是一男一女 然後呢 這這一男一女呢 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男生的部分 好不好 來 有沒有 我們的監察者出現了 超屌的 你已經成功 你已經成功訓養了一隻監察者 那個呢 他是一隻超大隻的 泰克人 泰克人類 應該是這樣講吧 然後呢 還會飛 哈哈哈哈 按西劍可以把劍拔出來做攻擊 右鍵是刺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攻擊模式都是一致的 按西可以把劍拔出來或是取消 可是 其實這個沒什麼 這單純就只是噱頭而已 這單純就只是個噱頭而已 然後呢 你不要以為他做這樣子哦 哦 他還有他的功能就是呢 他可以秒殺一切非無敵的生物 哦 然後建築物也可以秒殺 可是老頭這裡沒有建築物哦 所以說沒有辦法做參考 他那x呢 是秒殺 你看他放出一個很強烈的光波有沒有 哦 超級龜派氣功 這招是秒殺用的 然後呢 無視PVE規則強殺 哦 這是無視PVE的規則 直接用強殺 然後這個應該是跟 這應該是跟那個伺服器有關聯性 然後這個我就不知道是有什麼功能的 好吧 我來召喚一下霸王龍看一下秒殺技好了 靠暗戳又多一隻 哦 這時候多一隻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緊張 我們呢 哎哎你要去哪裡 哎我們使用我們的 秒殺模式 哎那叫我去哪邊都不見了 好了 消失吧 然後他就這樣不見了 非常的好用 好我們來看看我們召喚一下我們的霸王龍 好出來了這麼小一隻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R鍵 直接瞬間不見 好我們再召喚一隻霸王龍 看一下1k時間 好都是差不多的 好都是差不多的 他這好像跟他自身的血量有關系哦 看一下 這這這這這血量多少 這血量1540 哎超過3000滴 直接秒殺 如果我們召喚阿法霸王龍會怎樣 一樣直接消失 他就是會讓你直接消失而已啊 就是 不管怎樣就是會讓你消失就對了 看一下左鍵攻擊 哎左鍵沒作用哎 有了他這個 哎呦哎 這怎麼突然不見 哈哈 右鍵是直接消失哎 有啦 三萬五啊 看到傷害了 左鍵才是真的沒什麼批用啊 右鍵是直接讓他消失 有沒有 讓你直接變成成土 讓你直接變成塵埃 然後呢 女生的監察者部分呢 其實就 像我剛剛說講的嗎 男女子 男女的區別 就只是變成女的監察者而已 有沒有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啊就看各位自己喜歡哪一種啊 好你喜歡男的還是女的都沒有問題 哎 我是覺得都ok啦 都還蠻帥的就是了 個人是比較偏偏好男的啦 好不好 男的監察者 我是覺得比較帥 那麼接下來呢 老頭想要用一下我們之前的那個方舟之王模組 哎來看一下我們方舟之王尬的呢 那個嘟嘟霸王龍上帝 啊跟我們這樣子打下去 啊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用我的管理者身份直接讓他消失啊 畢竟我才是真的招募主啊 等一下我找一下 嘟嘟霸王龍 來吧 啊 右鍵讓你消失 哎真的哎被打敗了 而且我現在是有開隱身的狀態 所以他根本不鳥我你知道嗎 好那如果我開 現身 我開啦 快禮我一下快 給我一下啦 這家我完全不鳥哎 我離了離了 應該是弄不死我 我現在是管理人 哎我一上去他就 發現不了我 哎 原來是這樣子哦 那我直接讓你變成土了 果真變成土了 我又擊敗他了 這帥爆了 啊也是讓你變成土 我覺得這啊啊 劍劍劍劍劍劍 都算是同一種功能啊 我覺得不需要做兩種哎 有點多餘 這種感覺就跟那個清理系統 右下角那個 7號的那個清理系統 跟我們這個 槍上面的 秒殺模式 大同小異 我是這麼覺得啊 哎我們再召喚出來一下 胖茂式好像打不到我的樣子 來 秒殺 哦 哦 第一次有 有生物可以讓我射這麼多下還不會死的 而且還射不死 我超屌 快跑啊 我他他他打那個 他打我們的監察者完全沒傷害 靠我對他開箱都要開了幾十萬下了 這基本上是射不死 你自己看他血量是負的 這是超級無敵狀態的 來我們看一下昏迷模式沒辦法弄暈啊 也可以 哇我們居然讓我們的 杜魯暴龍之神暈眩 啊在物品南放入食物可以開始訓養 我不知道他吃什麼啦 沒辦法訓養吧 他吃什麼東西 而且我也沒辦法靠近他 開包包你知道嗎 好讓你清醒 我才是真的神啊 好不好 我要讓你清醒 我要讓你醒來 啊全部都是 我的意思 我才是造物主 我可以輕易的 Gate你 有沒有看到 我說Gate就Gate 啊終於有比 都督暴龍之神還要強大的 模組出現了 是不是 那其他真的都不算什麼 真的啊 真的完全不算什麼 看一下 除了這之外還有什麼 啊就秒殺模式啊 又見 白 有沒有 清理一下他就這樣子消失了 結束了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管理員系統模組哦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哦 這個模組真的我是覺得 很好用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你在做一些 啊怎麼幾百隻恐龍幹嘛的啊 想要清場的時候 哎 整個就是可以 單靠這一把槍 通通把它清理完畢這樣子 好不好 好吧 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啊 如果喜歡我片段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魔豬體驗再見面了 拜拜